薛佳健收集了那么多女性内裤 薛佳健收集了那么多女性内裤 而且新旧尺码又完全不同 那岂不是说她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其他受害者难道也被分尸了 头头抬起来 来 那个把都拿着手拿着 来 走 来 排队往外走 来 有吗 你有 讲 六号 你确定 就是她 那天看见她把那个包扔到垃圾箱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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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辛苦 来 去做一个便人笔录 好 好 谢谢 谢谢 看她腰还撞上 是脑袋疼啊 屁股疼啊 还是半身不随啊 都不好使了 卫队 技术课那边也电话让你去一趟 好 你去忙你的吧 我回去做功课 争取把口供拿下 师哥 我之前态度不太好 我给你道个歉 麻烦你以后在正式的工作场合 称呼我的性命和职务 卫队马上到 咱们开始啊 好 走 来来来 文哥 过来来 来来来 过一下 过一下 来 来来 过一下 开一个简短的碰头会 昨天呢 我们成功地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而且找到了指认 薛家健抛尸的目击证人 还有他藏着的呢 这个女性的内衣 这是截至目前为止啊 我们取得的最大的收获 经过连夜的突审 我们也发现了 我们现在呢 也缺少很多关键性的证据 同志们 现在新的困难 摆在我们面前 是 所以这些困难如果不解决的话 我们现在确实挺尴尬 首先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 作案凶器在哪儿 也没有办法确定 其他的事团会藏在哪儿 最重要的是说 受害人到底是不是之前失踪的 这个愚爱剑 搞得我们很尴尬很被动 从目前来看 凶手在医学院分尸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那里便于作案 而且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现在对薛家健 形成最大压力的证物 就是那几条女士内裤 接下来我会以这个为突破考虑 那就要严格地清查 她的过往经历 尤其是跟女性的交往过程 要仔细延长 明白 这事我来查 但是我觉得啊 其实我们也没必要灰心 毕竟人抓住 在我们手里 什么时候吐就这个时间问题 特别是这个目击证人 一看见她 一眼就认出来说 抛尸的就是这人 所以 我觉得 见谅 现在就这么乐观 恐怕还为时过早吧 接下来的具体工作安排 还是没有补充的吗 我这儿没了 我这儿没了 真的没了 没了 丧志 医学院那些闲置的 教室实验室仓库 才给我自自自习惹语片 尤其是人体标本实验室 要防止她把那些 不好处理的尸块 混藏在里面 明白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大家 好 好 提头并进干活 要干活 报答 各位领导 我有个想法 下来再说 说 薛家健 收集了那么多女性内裤 而且新旧尺码又完全不同 那岂不是说她很有可能 是连环作案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其他受害者 难道也被分尸了